大家好 我们接着来看上一节课 最后我们说的结论 那么这个结论就是说一个图可以划分成若干个块 然后每两个块最多只有一个公共点 那么写成定理的形式就是 设计等于VE 是一个N大一等于二阶的连通图 并且令GU1等于U1E GU2等于U2E2 GU2等于U2E2 这些东西是G的块 则 E1 E2 到E2 是G的编辑和E的一个划分 并且任何一对块 至多有一个公共点点 大家看 G的V是一个N大一等于二阶的连通图 并且令对写东西是G的块 所以我们来看看 G的块是不是存在 首先我们说我把G可以给它 就在G里边 我随便给它找一条边 这一条边如果再加上其他的东西都变成了不是二连通 那么这条边本身就是一个块 这一块给它拿出去以后再看另外的边 再看另外的边 所以另外的边还是一样 我们来给它扩充 给它扩充以后 看看加上别的东西是不是还能够保证是二连通 如果能够保证二连通的话 就把它作为一个块 比如说我们在上一节课的这个图里边 这块的划分是怎么来的呢 说我先来取一条边 取一条边 取完这条边以后的话 大家看这条边 如果再加上任意的东西 它都变成不是二连通的 说为什么不是 你在填上以后的话 去掉这一个点 这就有孤立点 所以这一条边本身就是一个块 我把它拿出来了 拿出以后再看剩下的 那么剩下的我从一个点开始 一个点开始的话 我就给它找这个 可以去用计算机来搜索 或者我们手工来看 这样的话 我找到一个二连通的 然后我再来看 如果我再加上其他的边 当然也加上相应的点 还是不是二连通 那么在这个图里边容易看得出来 你再加上其他的东西就不是二连通的 因为这个点去掉以后 这个点和其他的点 一定都是不连通的 所以 那么这就是一个块 又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 再去找 其他的块 还是用这个一样的办法去找 那么这样的话 就能一个一个的把块都给找得到 所以 这个一个连通图 一定可以划分成若干的块 现在我们说的 这个一一一二到一二 是一的边集合的一个划分 那么我们说 每一条边都一定在一个块里边 注意这划分的意思 划分的意思就是说 一一和一二 这些东西如果我给它并起来以后 它就是 这个一 而且 EI和 EJ的 这个交集 它一定是空的 满足这两条 它就是一个划分 那我们来看 那块的话 所以我们说至少 每一条边 每一条边 都一定是在某一个块里边 所以它们并起来以后 那是E 所以为什么 每条边都在一个块里头 我们看 每条边 如果它本身 它和别的东西 它这个构不成一个块 那它本身就是个K2 就是一个块 所以它一定是在某一个块里头 所以这个并起来以后 那是E 那么再看 这个EI和EJ的交集 这为什么是空的 这我们这个简单图 我们这个简单图 所以看 EI和EJ的交集是空的 根据谁来的呢 实际上就根据这个来的 就是任何一个 一对块 就是两个块 最多呢 它是有一个公共顶点 那么看 为什么是这个来的呢 那么你看 如果它要是不空 我们说 那个里边就有两个公共顶点 那看 如果EI和交易对不空的话 就说有一条边 这条边呢 同时属于某一个这个块 同时属于两个块 同时属于两个块的话呢 你看 那么对应的这两个点 就在这两个块当中 那么也就说 一对块呢 就有两个公共顶点 或者至少有两个公共顶点 所以它的 就是相当逆访命题 我们现在要说 它就当且紧当 这个结论 逆访命题 就是说 如果呢 它不是空极 它不是空极 那么就有两个块 这里边说有两个块 因为这两个块 都包含同一条边嘛 那它就至少有两个公共顶点 也就说呢 这个啊 因为这个 它不是空极核 这个是一回事 所以呢 它是空极核 这个就是一回事 啊 是等价的 于是要想证明呢 它这边集合的一个 划分的第二条 那么我们只要证明呢 对任何一个块 最多只有一个公共顶点 就行了 啊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来证明这个结论啊 证明这个结论以后呢 这个定理呢 就证明完了 根据刚才的分析啊 我们呢 就只来证明 任何一对块 最多呢 有一个公共顶点 我不再去抄它了 所以任何一对块 至多有一个公共顶点 那我们可以用反正法 啊 如果有两个块 比如说是G U和GV 啊 就是U是里边的某个UI V呢 是这里边的某个UJ 啊 如果这两个 它 啊 我们要证明它是最多呢 有一个公共顶点啊 我们说如果呢 它要是有两个 或者是最少有两个 公共顶点 啊 啊 比如说是A和B 啊 这个A和B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啊 这个A和B啊 因为它又在 这个U里边 又在V里边 那么现在呢 我就随便取一点X 认取X属于U U这个极核 并上V这个极核 啊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说这个G啊 是U减去X 和这个东西 它是连通的 并且 V减X的导出子图 也是连通的 好 我们来看啊 这是为什么 所以这个点X啊 它有可能在U里边 它有可能不在U里边 看如果X要在U里边呢 因为这个GU啊 它是一个块 它这一块的话呢 这里边呢 去掉任何一点的 都是连通的 啊 那么这块的话呢 当然分两种情况啊 这块呢 一个是K2 一个是二连通 我们先来看这种情况 如果X是属于U的 啊 如果呢 这个块还是K2 啊 X属于是K2 那么K2 我知道 我们知道啊 在K2里边 去掉任何一点 都是连通的 啊 所以K2的话呢 那么就是说 去掉点是连通的 如果它是二连通的 根据定义 我们也知道 它去掉一点 是连通的 啊 就是X呢 是属于U的时候 那么X如果不属于U呢 X不属于U的话 你看那U-X啊 就是U 那GU的话呢 因为这个GU 它是一个块 一块呢 是二连通 或者是K2 当然它是连通的 啊 所以你看 不管X是U 属于U 还是不属于U 这个U啊 这个块是K2 还是不是K2 那么这个呢 都保证是连通的 啊 同样的道理 啊 那么X属于V的时候呢 它也是连通的 X不属于V的时候呢 它也是连通 啊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啊 甚至可以不用考虑 这个块是K2的情况 啊 为什么 如果这一块要是K2的话 啊 这个 这块如果是K2 如果这两个块呢 又有至少两个公共点 那么就是其中一个块 就把这K2就给包含进去了 那K2就不能够单独出来 是一个块 好 不管怎么样啊 我们知道啊 在这个U和V的这个并级里边 那我随便取一点X 那么在U里面去掉X V里面去掉X 那么这两个块呢 仍然是连通的 啊 好 这两个块是连通的话呢 那我们就来看 这个U和V的并 我又把这个东西设为是W吧 好 我们来看那个GW 好 那这个GW呢 它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我说啊 这个GW要减就X 它也是连通的 GW减X是连通 好 为什么是呢 我们来看 如果这是那个U 这是那个V 啊 它们之间呢 有一些是公共的 啊 所以我去掉某一个点X啊 这个X是随便取的 在U里边 不在V里边也行 啊 在V里边 不在U里边也行 甚至于是这样的AB都可以 这都没有关系啊 就在这个U和V的交集里边呢 也都可以 好 那我们看 我把这个点某一个点X啊 这个点X去掉了以后呢 为什么也是连通的呢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U和V里边 我随便取两个点啊 啊 要说它连通性 这这两个点 如果同时是在U当中的 啊 那么因为GU减X是连通 所以这两个点之间有链 如果同这两个点 同在V当中的 它也有链 这两个点 一个在U里边 一个在V里边 我们说它也有链 为什么呢 所以因为这个交集里边 至少有一个点 对不起 至少有两个点 那么U呢 就可以通过 你这去掉的最多是一个点吗 啊 那么就可以通过另外一个点 啊 U和另外一个点之间有链 那么那个点呢 和这个点之间也有链 啊 所以这两个点之间呢 就也有链 啊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在W减X 在W减X中啊 任取两点 都有链 啊 你看啊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任取这两个点 如果同时在U当中 它肯定是有链的 啊 那么同时在V当中呢 也是有链的 那么同时在U和V的并 呃 一个在U当中 一个在V当中的话 它也是有链的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W减X中的任何两点呢 都是有链的 所以呢 G减G 这个W减X 也是链通的 啊 那么G W减X是链通的话呢 那么就发现啊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比啊 这个原来那个 这两个块呢 这更大的块 啊 它怎么是更大的呢 你看 它比U啊 多出来一块 啊 就是这个啊 这个G W减X是链通 哎 我们就推出这个G W 是二链通 啊 先来看这个 刚才忘了写了啊 先来看这个 因为这X呢 是取自于W的 啊 那么W一边 又是认取的 那么这个事情呢 表明啊 说这个GW啊 由W这个导出的子图 随便去掉一点都连通 那么根据定义 GW就是二连通 啊 然后这个GW呢 它是二连通呢 说它又比这个U啊 就要大 啊 它比U要大 或者呢 它比V要大 那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比块 U和V还大的那样一个块 啊 说根据块的定义啊 说包含他们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包含U啊 或者包含V的 一定不是二连通的 这就是一个矛盾啊 所以呢 这个任何这个一对块 任何两个块之间呢 就最多呢 只有一个公共能点啊 这是关于块的这样的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个图啊 根据这个定义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一个图分成若干的块 这块呢 是包含两种 一种是K2 一种是二连通的子图 分成块以后呢 那么每一对块最多呢 只有一个公共顶点啊 那么我们在上一节课的例子里边呢 我们已经体会到过了啊 两个相连的块 在图上是相连的块 有一个公共顶点 不相连的话呢 就没有公共顶点 下面呢 这个我们讲最后一节 这个最后一个定理啊 就是一个连通图 这个二连通图的另一个特征 一个图G 它是N大A等于三阶的图 那么G 是二连通 的冲药条件是 对于任何的两个不同顶点 A B 都有啊 存在包含 A B的 一个圈 对于两个任何的这个不同顶点啊 都包含呢 这个A B的这样一个圈 这是重要的 我们证明一下 啊 先来证明呢 这样一半 就如果对于任何的A B啊 都存在包含A B的圈 那它是个二连通的 啊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 几乎就是显然的事情 啊 为什么呢 啊 那么我们实际上呢 只要证明啊 只要证明呢 这个G 去掉 任何一点 都是连通的就行了 啊 这个明显是对的 因为我们知道呢 说 啊 结论啊 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这任何的A B 都存在包含A B的圈呢 啊 那么你看 我去掉任何一点 它都连通呢 比如说我这是就是去掉 任选一点A 啊 在这图里边呢 我任选一点A 然后要证明啊 对于这个去掉的A以后呢 都连通 啊 那么我们借用啊 另外任何一点B 那么因为这任一对A B呢 它都在一个圈上 所以去掉A以后呢 都是连通的 啊 因为去掉圈上的一点 不影响这个连通性 啊 不影响连通性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呃 用这个圈的性质 就知道这个G啊 去掉任何一点都连通 啊 这个比较明显 啊 那么剩下的呢 我们就来证明 这样一半 啊 证明这样一部分 说它是二连通的话呢 一定就是啊 随便取两点都有包含A B的圈 啊 那么现在呢 我就取这个A B的这个不同啊 就取 认取A B啊 认取A B啊 认取A B 啊 现在呢 我们说啊 这个 对于这个顶点A来说 我们找它的这样的一个集合 啊 什么样的点集呢 对于A的这个顶点X啊 啊 说这些X啊 都在一条 这个包含A和X的这样一个圈 啊 我取掉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呢 我们来看用一个什么来表示啊 用的是U 啊 这个U是什么呢 这个U呢 是所有这样的点集 X 哎 什么样X呢 就是 包含 啊 A X的圈 啊 包含AX的 包含A和X的这样的圈 啊 那么现在我只要证明什么呢 这个包含这个 对于这个B啊 就是对于我刚才取的这个B 我只只要证明 B呢 是属于这个U的就行了 那么就有包含A B的圈了 啊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证明一点 说U啊 它是不空的 啊 不空的话呢 我们这个好说话 啊 啊 那么U如果是不空的 啊 怎么来证明呢 我们就来看 说这个 因为这是个连通图啊 接触还大也等于三 所以呢 一定有 这个过A点呢 它一定有边 我们随便选一个边 比如说是AY 啊 选一条边AY 那么对于这条边来说的话呢 注意我们原来证明过一个定理 啊 就是这个LAM的G 是大一等于CAPAG的 啊 又因为呢 这个G啊 现在我们这个条件 它是二连通 它是二连通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CAPAG呢 是大一等于二的 所以呢 LAM的G呢 就是也大一等于二的 所以它边连通度 也是大一等于二 说边连通度大一等于二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去掉任何一条边 它都一定是连通的 于是呢 我们就去掉 AY 啊 那么仍然是连通的 大家看 这我有一条边 这是A 这是Y 所以去掉AY是连通 去掉AY的连通什么意思呢 那么就是说 A和Y之间呢 就有一条链 那你看这填上 这个AY的话呢 这就是一个圈 所以呢 这个U是不空的 实际上 由第一步呢 我们知道 这个U啊 包含了所有和A啊 相邻的那些点 因为相邻 大家注意这过程 它就有个边 是AY 去掉这条边以后呢 有链 再填上这条边呢 就是个圈 所以这个U呢 是不空的 U是不空的话呢 那么现在我们要证明 B是属于U吗 那么我们还用反正法 我们说B呢 如果它要是不属于U 会怎么样 大家看 大家看 说这是那个U 这是那个U 这有一个A 这个U啊 是是什么呢 是和A啊 都有圈的那样的 都有圈的那样的点 那现在这个B呢 它不是不属于U的 那B就在外边了 B在这个U的外边的话呢 那么因为它是连通的 所以呢 我就找这里边的一个Z 找一个Z 使得呢 这个BZ BZ的这个 肯定是有链的 这么写 B到Z的距离 就是那个链的长 是B到U 中的 点的距离中 最小的 这是那个Z 最小的啊 那么看 因为Z的 因为这里边是有限个 所以最小的这个Z呢 一定能够找得到 那么现在因为A和Z之间是有圈的 A和Z之间是有圈的 那么就是说啊 比如说呢 它就是这样一个圈 A到Z之间有圈 这个不能跑出去啊 一定是在里边 因为你要跑出去的话呢 这个点的话 也是有在这个圈上的 也应该在里面 现在我把这个A到Z的啊 A到Z的这个东西 这个圈呢 我给它分成两个 分成两块 分成两个链 一类呢 是干嘛 啊 一 一个链呢 是干嘛 二 再然后呢 看 B到Z之间啊 因为它是一个最短的距离嘛 我就存在一个链 啊 存在一个链 那么这个链呢 叫做干嘛 啊 这链叫做干嘛 啊 那么这是B到这个Z的这个距离 是最短的这个链啊 是干嘛 到U的这个最短的距离了 相当于是啊 那么A呢 在这之间 A到Z的 A到这个Z的是有一个链 那么A到Z的还有 因为是个圈 分成两个链 一个是呢 干嘛一 一个是干嘛二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啊 说因为U啊 因为这里边的话呢 这个 A A和B呢 之间啊 大家看呢 这是呢 可以用一个链呢 给它连接起来的啊 A到Z呢 也有一个链 那么 现在我们知道 U 因为它是二连通的 根据那个定理 所以这二连通的话呢 就一定能够有这样的东西 就是A到B之间 对于任何的ABC啊 我们回忆一下那个定理 对于任何的ABC呢 那么ABC A之间都有链 而且是不含C的链 于是你看 我随便写三点ABC 那A和B之间呢 就有链啊 A和A和B之间有链呢 它还不包含这个 呃 Z这一点啊 那么AB之间的链的话呢 注意它可能是另外一条链 但也有可能和这个是虫的啊 比如说就是到这 然后呢 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那么这个到这 啊 我取这一点的是U 我取这一点的是B 啊 呃 那么这个 在这个链上啊 在这个链上 那么它可能是 如果是不重的话 这个U呢 就是这个B啊 如果这链上所有的边都不重啊 我U就取成这个B好了 啊 那么这边的话呢 大家注意这个U啊 因为最后是到B 到B后就最后是B的话 那么就从这往前走看 找如果是一个都没有重 U就等于B 然后找前面重的那个啊 这个最后的这一个点啊 最开始的这个点啊 就是离开 这两条链离开的这个开始 这个点呢 就叫做U 那从A的开始走也一样 和刚才一样 就找第一个啊 离开的这个点 就叫做这个B啊 就叫做这个B 好 那么这呢 又是有一条链 这有一条链呢 以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来看 因为啊 这个Z 是不在这个链上的 所以 那么在链上的这个点U 就要比Z呢 因为这是离开B的第一个点嘛 所以 这个B 与U的距离 注意Z不在这个链上啊 它就一定是小于B 与Z的距离 再然后呢 我们看啊 通过这个图 这是个A 我从A啊 就走到这个V 然后的话呢 我不要走这块了 注意中间这个点啊 中间的这些点呢 都不在这链上 然后呢 我就这样来走 走到这以后 我再走这Gamma 走到Z 再从Z的话呢 经过这个Gamma2 又回来 好 大家看 这就形成了一个圈 啊 这就形成了一个圈 那么这个圈上呢 有谁呢 有这个U 所以呢 啊 我们就 通过这个圈 我们知道这个U呢 这个小U 就属于大U 小U属于大U的话 你看啊 B和U的这个距离 又小于B和Z的距离 可是呢 我们在刚才找这个Z的时候 是怎么找的呢 找Z的时候 是B到Z的距离是最短的 可是我现在又找到一个 B到U的距离是最短的 啊 那么B到Z的距离比它大 不是最短的 你找的时候是最短的 这又不是最短的 这不就是个矛盾吗 啊 矛盾就出来了 这个矛盾呢 表明什么呢 表明这个不属于 B要是不属于U啊 是不对 哦 所以呢 B呢 就得属于U 啊 B得属于U 啊 B得属于U的话呢 这就表明了什么呢 这个 因为这是认取的AB嘛 所以对于任何的AB呢 它都有包含这两点的圈 换句话说呢 这个二连通的东西啊 这二连通的东西的话呢 是任何两点呢 都得在一个圈下 好 那么我们再来呢 呃 说来看这个 啊 这个图呢 它是二连通的 啊 为什么是二连通的呢 我们可以有啊 很多种判断方法 哎 什么要判断方法呢 就是 按照这个 等价的东西啊 说二连通的话呢 我们知道了 结合的这个定理 结合的定理是 大家翻一下 343页 13.5.3 啊 二连通的话呢 它和下边的一些东西 都是等价的 一个是谁呢 一个是 它连通 这个图是连通 没有关节点 还有一个是 啊 对于任何的 A B C 都有 不含C的 AB链 还有一个 呃 就是我们刚讲过的 这个13.5.5 定理13.5.5 在344页的最下边 啊 就是对于任何的AB 它都有 含AB的圈 啊 都有含AB的圈 啊 所以你看 这里面哪个好石呢 哎 连通 看的第一个啊 你叫这么大二连通 你只要这么大连通并且 没有关节点就行了 连通 显然 说没有关节点的话呢 那么你就逐个去试验一下 去掉任何一个都是连通的 也就行了 或者用第二个 说对于任何的ABC 都有不含C的AB链 那么这个呢 难度就比较大 因为这个选的东西呢会比较多一些了 啊 你比如说呢 我要选这个是A 这个是B 这个是C 啊 你得找到一个AB链 不含C的 啊 那么用第三个呢 在这个图里边呢就比较好看一些 对于任何的两点AB 它都有含AB的圈 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啊 就是由两个小圈组成的 当然估计三个圈 啊 一个圈呢就是这个 啊 这是一个圈 还有呢 这是一个圈 啊 这是两个小圈 那么当然它们合成呢 是一个大圈 啊 所以你看呢 这里边呢 每个点啊 任何的两个点 它都在一个圈上 所以呢 它是一个二连通 啊 用这个呢 就比较好判断一些 啊 那么再来看呢 说这个图 我看这个图呢 说它不是二连通的 它不是二连通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逆否则来说了 所以这个就是啊 连通 无关节点是二连通 那不连通 要是不是二连通呢 那就是要么是不连通 或者呢 是有关节点 那么你很明显 能够找到一关节点 啊 那么说不是二连通就比较好办 所以这里边我只要找到三个点 啊 这三个点的话呢 啊 说它有不含C的AB链 就要找到三个点 一个是A 一个是B 一个是C 然后使得呢 这个ABC啊 一定 这个链一定含C就行了 所以你看这个AB链的话呢 一定是含C 这比较容易证 或者呢 用这第三个啊 这第三个呢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对于任何的AB 都有含AB的圈 那么如果是不是二连通呢 那么就是找一对AB 它没有含AB的圈就行了 好 大家看 这个图表面上啊 它也是啊 由圈组成的 这边一个圈 这边一个圈 大家要注意呢 它们之间呢 它可不是大圈 这个没有大圈 啊 那么你比如说呢 我就选刚才这个AB 这AB的话呢 它就不在圈上啊 你要从A走到B啊 那么你要是用圈来走 那么就得这样来走 这样走了以后呢 中间有一个点呢 它是相同的 这就不叫圈 因为我们说的这个圈的话呢 这个中间的点呢 一定是不相同的才行 所以你看 这就找到一对AB呢 它不在这个圈上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图呢 再来给它改造一下啊 给它变成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 那么说它不是二连通 因为有关节点 或者我呢 我来找一对 比如说就是这个点是A 这个点是B 我们找到这个A和B了以后呢 那我们看这个AB呢 它肯定是不在这个圈上 AB是不在圈上 这为什么AB啊 这两个点它不在圈上呢 因为AB两个点呢 它之间的只有一条边 弃掉这条边以后 弃掉这条边以后 它又是不连通的了 所以呢 它不可能是在圈上 所以呢 我们再说二连通 或者说它不是二连通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呢 用这三个东西来说 有这个三个东西呢 是等价的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定理13.5.5的一个推论 大家翻开书 345页 推论13.5.6 设G是一个大A等于三结的图 那么G是二连通的 当前仅当 对任意两个不同的顶点 A和B 都存在连接A和B的两条链 并且这两条链 只有A和B两个公共点 那么这个呢 因为比较明显 所以我们不再把它写在这了 大家看 这有一个 一对点 A和B 因为啊 根据刚才的定理 我们知道呢 一定有包含AB的圈 那么你把它就分成两部分 就是包含AB的两条链 包含AB的两条链 对于任何一个对点来说 都有包含AB的两条链 那么它都有包含AB的两条链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 推论13.5.6说的 就是把它AB的 给它分 这个圈给它分成两部分就行了 所以这个非常容易 那么这个推论的话呢 它又多做了一点介绍 所以该推论是Minder定理的一个特例 这个Minder定理呢 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Minder定理是对任意的K 描述K连通图的特征 我们陈述该定理但不加正名 那这个定理说的是什么 就是定理13.5.7 所以K是一个正整数 即是一个 皆为N大一等于K加一皆的图 则既是K连通的 当且紧张 对任意两个不同的顶点 A和B都存在连接A和B的K条链 使得每对链只有A和B两个公共链 就是说呢 如果对一个K连通图来说 对一个K连通图来说呢 那我随便找AB 那么刚才注意 对二连通的话呢 它是两条链 那么对于K连通的话呢 那就是有K条链 这是公计是有K条链 那么再注意的话呢 说我们这个二连通图里边呢 再推论13.5.6 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二连通 所以要求N是大一等于3 那么于是到了K连通的话呢 要求结束N呢 就大一等于K加一 所以完全呢 说这个定理 这个Minder定理的完全是推论 这个13.5.6这个推广 那么这个推论 我们那个推论呢 又是这个Minder定理的一个特例 但是说你只要先证明Minder定理的话呢 这个推论就自然成立了 那么干嘛要 这个还要说这个推论呢 也因为用这个 在证明定理的时候呢 要用到这个推论的作为一个基础 但这个证明呢 我们不去证它 我们现在还翻回来呢 才看这个二连通图 那么这二连通图的话呢 我们有它的这个判断一个图 是不是这个二连通的几个判断方法 它有三个等价命题 或者有四个东西都是等价的 还有呢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二连通图 随便给一个图 都可以把它分成K2 或者是二连通图 也就是说呢 是一些块 都可以把它呢 分成一些块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看一下呢 这些块是怎么去 这个怎么去 怎么来分 比如说呢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图 再看另外一个图呢 我们来找它的块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这里边 你就随便呢 从某一条边开始 比如说呢 我选择这样一条边 选择这样一条边 选择这样一条边 以后呢 这里边就有两个点 比如这是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有这些点的话 我们要把它给它分成块的话呢 先来看这A B 把这A B的话呢 我就给它往前加点 加点以后呢 当然是挑 先挑的是相邻的点 说加进点去以后 那么看看它还是不是 这个二连通 如果加进点都不是了 那它本身呢 它就是一个这个块 那么我们看 我要把C给它加进来以后呢 说这是一个K3 这是一个K3呢 它是二连通的 那么说这样呢 我就再进一步再去加 我比如说再多一点 再多一个D 还行不行 说再多了D以后呢 它就不是二连通了 就不是二连通了 那么容易发现 再加任何的点都不是二连通 因为这个点呢 随便再加进若干点去 去掉这个点以后呢 这是一个连通分支 另外的指定就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肯定和这个是不连通的 所以呢 这就能够形成了一个块 然后呢 我就在这个图里面呢 就把这个块就给它擦掉 擦掉以后呢 再来看 是找一个C 这有一条边 一条边 然后再给它扩一下 给它扩一下 可能到这以后呢 它还是二连通的 因为这是个C4 那么再往外加进点了以后呢 容易发现 它也不可能再是二连通的了 因为去掉这一点以后呢 它肯定是不连通的了 所以呢 这个不能再往进加了 这又是一个块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块呢 就给它擦掉了 擦掉以后的话呢 再来看这个 所以这就选了一个 那么这是个K2 这是一个块 所以再往进加的话呢 那么去掉这个G这一点呢 也又变成不连通的 这是个孤立点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块 然后呢 我再把它擦掉 擦掉以后呢 说这个东西呢 容易发现 说它是个K4 这是一个块 然后呢 说再往进加点 又不行了 因为你去掉这个点以后呢 你如果再加进别的去 去掉这个点 就是不连通的 所以呢 说这一个 又是个块 把它擦掉 擦掉以后 剩下的东西呢 这是又是一个三角形 是一个块 同样的 再加进点呢 去掉这个点不连通 所以这是一个块 擦掉 然后呢 又剩下 这是一条边 是一个块 擦掉 最后剩下一个三角形 是一个块 所以找块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来找就行了 这是呢 这一节对于这个块 那么我们呢 在这个节里边呢 比较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关于点连通度 和边连通度的问题 一个点连通度的确定 就是要找一个 包含点最多的一个点的集合 顶点的集合 使得去掉以后呢 它是不连通的 找那个点 最少的这个集合 那么对于边连通度来说呢 也是要看 说最少去掉多少个边呢 就不连通 那么这个边数呢 就是点 就是边连通度 然后呢 点连通度和边连通度之间呢 它还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在定理13.5.1 和13.5.2 这两个里边呢 来给描述的 那么这一章呢 就到此结束 那么下一次呢 我们开始最后一章 第十四章 好 这几个课就到这